欢迎来到我们的美国2024总统大选节目 今天的新闻焦点围绕着即将到来的选举 副总统哈里斯对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提出的削减半导体援助的建议 表示强烈反对 强调他对美国制造业投资的承诺 哈里斯的言论正值他在亚特兰大和夏洛特举行竞选集会之际 而特朗普则计划在北卡罗来内州和维吉尼亚州举行集会 显示出这些州在选举中的重要性 随着选举日的临近 特朗普在北卡罗来内州的选举活动愈加频繁 几乎每天都在举行集会 这个摇摆州对他的总统之路至关重要 尽管他也会造访传统的民主党州 但他对北卡的重视显示出这里的选票对于胜利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 哈里斯也在该州进行竞选 两位候选人的竞争愈演愈烈 在另一个重要话题上 对于老年女性选民来说 生育权问题成为了他们关注的焦点 许多老年女性选民 回忆起合法堕胎之前的艰难时代 并积极支持哈里斯的立场 根据最新的民调 65岁级以上的女性中 绝大多数认为堕胎应在大多数情况下合法 随着选举的临近 这一群体的声音将可能对关键的摇摆州产生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美联社报道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在密尔沃基批评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 指责他暗示 共和党可能削减联邦对半导体制造的补贴 哈里斯表示 他的计划是继续投资美国制造业 这一立场与约翰逊的言论形成鲜明对比 约翰逊随后澄清称 他的意思是希望简化两党合作的GIPs与科学法案 而G法案为美国的计算机芯片生产 注入了数十亿美元 支持了密歇根等关键州的工会工作 哈里斯认为 约翰逊的回应是因为 他们的议程并不受欢迎 并表示自己将前往亚特兰大和北卡罗莱纳州的夏洛特 进行竞选集会 特朗普计划在北卡罗莱纳州 进行为期数天的集会 直至周二的选举日 他的竞选活动 在这个他曾两次获胜的摇摆州 显得尤为重要 尽管特朗普还计划前往新墨西哥 和维吉尼亚等民主党州 但他在北卡的频繁露面 显示出他对该州的重视 特朗普在2016年和2020年的选举中 北卡罗莱纳州的胜利 边际最小 仅为1.3个百分点 他的竞选活动 将包括在多个城市进行集会 而副总统哈里斯 也将在夏洛特举行活动 尽管北卡因飓风造成的破坏 引发了一些不确定性 但特朗普的团队对在该州的选举前景 表示乐观 民主党则认为 特朗普的频繁造访 可能暗示其竞选形势不妙 德意志广播公司报道 亿万富翁埃隆 马斯克在美国政治中扮演的角色 引发了广泛关注 他在社交媒体上 扩散关于美国选举的虚假信息 影响公众舆论 马斯克在接管X平台后 该平台变成了充斥仇恨和虚假信息的地狱 例如 他转发了关于移民投票的虚假说法 并发布了伪造的哈里斯照片 声称他穿着共产主义者的服装 此外 马斯克还质疑密歇根州的选民登记过程 尽管这些说法已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 专家指出马斯克的这些行为 不仅对民主进程造成了威胁 还可能影响选民的投票方式 马斯克与特朗普之间的复杂关系 也引发了猜测 认为他支持特朗普 可能是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 CNN报道 随着美国总统选举临近 住房问题成为了选民关注的焦点 副总统哈里斯和前总统特朗普 都将住房政策列为重要一体 根据CNN的民调 24%的租房选民认为 住房成本是他们投票时最重要的经济问题 美国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住房可负担性危机 过去四年间 全国房价上涨了45% 高房价和持续高企的抵押贷款利率 形成了双重打击 使得许多人感到购房的希望渺茫 哈里斯提出了一项多方面的计划 承诺提供购房首付支持和税收减免 并与私营部门合作建设300万套新住房 而特朗普则没有正式的住房计划 却将无证移民归咎于住房成本的上涨 并承诺将联邦土地用于可负担住房 经济学人指出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 最大的受益者并不是美国的盟友 而是其最大对手中国 副总统哈里斯认为 拜登政府恢复了与盟友的关系 但一些评论员认为 无论谁当选 未来中美之间的竞争将不可避免 中国人民大学的金灿荣教授指出 哈里斯可能会采取更为细致和系统的策略 而特朗普的做法则可能更为粗暴和简单 他强调 无论选举结果如何 中美关系将进入全面竞争的阶段 台湾问题也将成为新政府必须面对的挑战 南华早报 进一步分析了中美关系的未来 金灿荣表示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可能导致贸易战 而他对盟友利益的漠视 将使欧洲和日本感到不安 他认为 如果特朗普执政 可能会对美国的联盟体系造成伤害 虽然短期内可能获得一些小利益 但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美国 无论选举结果如何 中美之间的对抗将持续 双方的战略目标并未改变 如何处理彼此的战术将是未来的关键 CNN报道 许多年长女性选民 回忆起Rovie Wade之前的时代 正团结在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周围 80岁的贝蒂 甘慈 分享了他在大学时 亲因非法堕胎被开除的痛苦经历 生死攸关的手术 在厨房桌上进行 他用微视剂代替麻醉 最终险些丧命 他和其他年长女性认为 堕胎权利不仅是年轻女性的议题 许多人在经历了非法堕胎的恐怖后 深知保护这一权利的重要性 调查显示 73%的65岁及以上女性认为 堕胎应该在大多数情况下合法 她们对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表示担忧 尤其是对年轻一代的未来感到不安 纽约时报指出 华尔街的投资者 正面临对即将到来的选举的深刻担忧 投资者们不仅关心自己的投资组合和退休基金 更担心民主制度的稳定性 尤其是在特朗普与哈里斯的选举结果 可能出现争议的情况下 投资策略负责人乔·阿基姆·克莱门特表示 投资者普遍认为 无论谁获胜都可能引发社会动荡 甚至暴力事件的风险加大 随着选举临近 双方的言辞愈发尖锐 特朗普的集会充满了对激进左派的攻击 而哈里斯则指责他是小专制者 这种紧张局势让市场信心受到打击 德意志之声报道 特朗普和哈里斯在北卡罗莱纳州 争夺选民的最后时刻 选战进入白热化阶段 两位候选人在关键的摇摆州 进行最后的拉票 民调显示两人竞争激烈 哈里斯在集会上强调 特朗普在经济 医疗和女性生育权等问题上的立场 将导致不利后果 而特朗普则批评拜登的经济管理 警告哈里斯的当选 可能引发经济崩溃 选举日临近 双方都在拼尽全力 争取尚未决定的选民 展现出这场选战的重要性和紧迫感 大家好 我们非常高兴地为大家带来 区块链和游戏世界中的一个 激动人心的消息 六度链推出全新平台 将彻底改变我们与信息互动的方式 在这个游戏化的平台上 您可以评估内容 预测结果并赢取奖励 想象一下 一个游戏让您的见解塑造信息价值 并为此获得奖励 敬请期待这是一个您不想错过的社区驱动体验 游戏即将开始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着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多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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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